香港是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城市 它有各种各样就像一个万花筒 你拧一拧可能它又出另外的一些东西了 会产生各种奇妙的东西 我姓公是四川税林自由的摄影师 平时就拍点祭祀类的扫片 各类题材都喜欢拍一点 当时拍这个心愿的时候 突然想到我为什么不爬大陆的这边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对香港的看法认识 用影像把它固定下来 最后想到的就是用这种一张A3的纸 把它的想法写下来 之后我们再把它固定下来 我第一个就是我采用了老龙 89岁的老龙 它是一个文盲 拍它的时候我就问过它 我说圣大爷你去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他说我去的最远吗 成都算下来也就是一百多公里 我说那你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如果让你去香港你去不了 那当然要去的了 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每个人其实他的诉求都非常的香火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 各行各业的从一个文盲 89岁农民过渡到我们现在的这种很年轻的老师 这就是一种时代的过渡 最后的小朋友给他结尾 因为希望一定是在小朋友身上 我认为的这个过渡 是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我们国家 对普通人的这种尊重上 对普通人的一种普世价值观的这种体现上面 这种过渡可能会更符合这个时代 作词制作者 方 作词由于柏黄